在悠扬的风笛声当中 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穿起裙装 来到苏格兰小镇亚伯恩 他与社区代表见面闲聊 还为快纪念牌揭幕 全场查尔斯有说有笑 儿子哈利出新书爆料王室丑闻 似乎没有过度影响他的心情 或许大家看他是国王不敢太过冒犯 不过王除威廉王子就避不开媒体的追问 威廉与太太凯特一身症状 访问英格兰北部一家医院 不少支持者迎接 威凯人情轻松 凯特还蹲下身 与一只黄金猎犬玩 只是夫妇俩出出入入 持续被跟拍的媒体 问到尴尬的问题 哈利宣传新书大爆家人内幕 他指哥哥威廉 曾在激烈争吵中将他撞倒 还说威廉与卡蜜拉等王室成员 将不利于哈利和梅根的消息 透露给八卦周开 哈利将家丑摊在阳光下 要各界平平礼 白金汉宫或任何王室成员 都没有在第一时间回应哈利的说辞 究竟这些指控是为了打书而炒作 或者真有其事伤害到哈利与梅根呢 外界不得而知 只怕有更多好事者等着吃瓜看戏 华日新闻 吴显昌编译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乃鱼 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 第一个华世新闻的脸书专页 你按赞了吗 还有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赶紧订阅起来 还要记得按赞 开启小铃铛喔